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个我近期热身的一个方法 在热身的同时你练运球 因为呢,现在这个打球越来越需要热身 但是如果你热身只是单纯的热身的话 你没有起到就是事半功倍的作用 那么我想在热身的时候同时也把这个运球练了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那么呢,这次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非常多的篮球运球技术 和这个运球方式训练方法 但是更多的内容,欢迎大家购买篮球训练计划 我们今天讲,今天给大家透露的东西 当然也有一些我近期发掘出的一些新的一些理念 那么首先呢,你有一个篮球 然后你要运它,然后你要在这个篮球场 然后同时我们让我们感谢太阳 还有这个蓝天和白云 在你练任何东西的时候 无论你是练篮球也好 还是练人,还是练你的心 你都要有一颗感恩之心 你要感谢这些环境 还有这些孩子 嗨 然后呢,你就得感恩 我们现在不废话了 但其实也不是废话 我们现在开始练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第一个动作V dribble 你就V dribble 你就往前走 由于我们现在是热身 我们现在完全就是冷的身体 所以我们就也不需要就是特别的去这个发力 慢慢来迅速渐进 而这个运球呢,你尽可能打力 然后你就往前走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你看我是为什么起到热身的作用呢 首先我用动了我的手 其次呢,我动到了我的脚 我在走路 然后呢,我再说话 这个嘴部和面部运动也非常好 第一个动作完了 去的时候举右手,回的时候左手 现在呢,我们用双手V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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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对,这时候要放松 那要热身 回的时候我们稍微低一点 这个你一低了以后 你就逐渐的开始用到了你的膝盖 然后又快乐 要快乐 然后呢 我们进入下一个动作 我们开始胯下 这就更多的用到了你的膝盖 你就变成一个野人 野人身体好 对,这个时候我也没有非常快的运球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要热身 我要尽可能让我的血液燃烧 然后我们往回走 往回走更加的锻炼到我的身体和膝盖 呃,呃,呃 然后你逐渐这个舒服了以后 你就可以加快速度 但是球丢了,没有关系 然后呢,你看一旦失误了 你就往回走一点 但是你接着走 呃,呃,呃 对,然后夸下做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做夸下体前 夸下体前什么呢 就是你夸下 然后体前 夸下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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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注意你摆动 开始摆动你的这个身体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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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OK 我们现在刚才是左边 现在呢右边 蹦蹦蹦,蹦蹦,蹦蹦 然后你逐渐这个舒服了以后 逐渐有些热涵 你看有一点点汗了以后 你可以加速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进入 提前 胯下 然后背后 就 蹦蹦蹦 蹦蹦蹦 提前胯下 背后 提前胯下 背后 然后我们往回走 自己掌握自己的速度 你可以快 你也可以慢 你觉得快你就快了 你觉得慢你就慢了 因为我们都是在 热心 热心 然后 然后 我进击还有练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胯下 oh no 没有关系 失误一定是会有的 胯下 绕着背后 拉回 胯下 绕着背后 拉回 胯下 绕着背后 oh 绕过来 你看这个发音 你除了在热你的手 你的脚 和你的躯干以外 你还在热你的嘴 胃 在 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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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现在其实热身的效果已经非常达到了 我的腿已经感到很舒服了 然后我也开始出汗了 虽然跟太阳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呢 别要离我那么远 但是呢我就感觉非常好了 我就好了 感谢蓝天和白人 我们现在又要开始更多的内容了 你看我是快乐的 我快乐对待他 他也会快乐的对待我 我爱你们 爱确实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能量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内容 就什么 然后我们做背后跳一下 背后跳 然后我们换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问说这个 你的这个HD2017 你穿了这么久 他都不会坏呢 因为我对这个鞋有爱 所以他也会爱我 就是这样的 这是实话 因为我确确实实的我爱他 爱这个鞋 所以我现在室外场照打 我们现在讲最后一个内容 我们做胯下 体前 胯下 那边这个胯下 体前 胯下 胯下 体前 胯下 这边这个胯下 体前 发尾里的响耀力 OK 我觉得我热身基本上成功了 欢迎大家购买篮球训练计划 里面有更多的像类似那样的运球 但是有更多的训练方法和动作 还有模板 所以感恩各位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